玉里镇的过水路面有大片积水 经过这里的车辆必须很小心 因为这个过水路面严重掏空 整条路都被破损造成坑洞 夜间行驶也是很危险的 林雅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杨朝之本身 他也是农民部落的金多尔森 也大部分都种植在这条农路上 他也希望政府可以赶快协助处理 玉里镇德武里过水路面有大片的积水 要经过的车辆都非常的小心 也因为这条过水路面严重掏空 整条路也都已经破损造成坑洞 夜间行驶相当危险 因为里面都掏空了 本来要放弃这割道 后来这个很冒险的把割道机送上去 所以也请求商级单位 这个多多给我们多一点关爱 立即去处理 林雅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杨朝之本身也是农友 部落的金多尔森也大部分都种植在这条农路上面 希望政府能够尽快来协助处理 农友这边大概上面还有 如果这条路的大概四户 因为他们也都经过这里 所以这个马路也是对他们的也就 几波性的需要 如果是掏空的话 没有办法再行走 非常危险 农路上方还有差不多四分地左右的水道 以及金多尔森 并且部落的小旅行也几乎都是在这里进行 这里不仅仅是农作的用地 更是过去长辈耕作地 希望不要断了这条路 去着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